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千百滋味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之后 世界各国之间因为各种问题 又爆发了多次规模巨大的局部战役 如大家熟知的海湾战争 越南战争 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 利比亚战争 以及持续了七年的叙利亚战争 可以看出这些战争都跟美国有关系 这些战役也有一个共同点 每次美军都使用了大量的战机参与作战 记得美国大兵曾骄傲的说到 如果未来爆发战争的时候 美国的战机可以把美军运输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美军的潜艇可以神出鬼没的出现在地球上任何一个海域 那么美国到底有多少架战机 有多少艘潜艇能让美军说出如此豪言呢 据2017年公布的世界各国军事能力排名来看 美国不论从军事预算还是各种装备数量来看 都是世界第一 目前美军现役的轰炸机 第一肩战机、侦察机、胆潜机、直升机、截击机、运输机等各种战机 数量为一万三千多架 而美军在服役的均为青衣色的合同力潜艇 数量为72艘 不得不说美国在这方面做得相当的好 这些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超越他们 那么中国的数据又是如何呢 据传媒专家介绍 中国在2017年的军事实力排名第三 我们拥有两百万的现役兵力 军事预算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近2160亿美元 目前中国拥有各种先进的战机总数为2800多架 服役的潜艇数量为67艘 我国的这些年的发展 我们的军事力量得到了最大的提升 尤其是在导弹方面成为了美国最头痛的问题 一旦我国使用东风系洲际导弹 美国再强大的防御也会遭受重创 这也是美国不敢和中国正面对抗的主要原因 两国大战比较造成巨大的伤害 大家觉得呢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